你好 欢迎收看6月2号大花蕾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会 花蕾县议会在今天进行县政总执行的议程 首先执行的是县院邱光明 他关心了新城乡青年住宅清约状况 周边交通还有利物锡养护及空军噪音补助等问题 邱光明表示 青年住宅振兮新城乡的地方发展指日可待 期盼县政府未来可以规划 北浦西巷花九线到花蕾市的道路拓宽 还有北浦铁路平交道高价化来做改善 花蕾县议会定期会 二日起展开总质询 首先质询的是县院邱光明 上建设处观光处民政处教育处 关切新城乡青年住宅签约状况 周边交通利物锡的养护 以及空军噪音补助等议题 县院邱光明表示 日前交通部来花蕾会刊 执盘未来能提升花蕾快速铁路 近期将因为青年住宅关系 新城乡户数人口增加 未来交通发展势必成为重点 我们因为新城乡 已经有我们800户 809户的青年住宅以后 那还有我们的那个0206的 这些都进驻我们新城乡 也有将近四十几户 总共有850户的人口 会进来的话 人口会增加到两三千人 那本期建议 就是北埔的平交道 以及我们家林的平交道 可以从北埔开始做高价铁路到花蕾市 来改善我们整个新城乡的交通 不然我们现在新城乡只有一个台九县 台九县的话到现在的价值的话 就是堵车 那我们如果说能够把北埔平交道 能够改善以后 我们变成多一条我们的花九县 从北埔可以直接到花蕾市区 以及集安的集安镶这样 那要请我们观光处 能够把这个案子 能够加在我们的花蕾 以及兰华的高价 那也把我们新城乡的铁路 从北埔到花蕾市铁路高价化 现议员邱光明另外在县政总质询中 关心青年住宅签约情况 要求县府公布已签约数 并应设法加强改善周边交通 增加停车空间 强化民众购物意愿 而建设处长邓子余表示 确实有部分乘购户退订 但已通知地补户 目前有129户正式签约 预计在明年4月交屋 对于周边交通和停车问题 邓子余表示正进行规划和评估 记者长邦彦华林师报导